大家好 各位 今天是9月22日 星期四的中午 恒生指數在23,900 應該是24,000點左右的附近水平 升超過300點 目前上證指數也升23點 去到3049點半日收市 見到今天其實升幅相當全面 內人內險 甚至乎一些騰訊 或者是港交所 其實都1-2%左右 一些鐵路股 譬如中車 升到5% 水泥股 碳股 島股 全部都有1-2%左右的升幅 所以依然我看回後市是向好的 今早曾經最高達到24,058點左右的位置 目前市況始終都沒有特別大的利膽因素 加息加上沒有放鷹 其實就對市場有很大的提震 我預期今天是否收穩24,000點 是否這麼重要呢 其實都不是的 我自己會覺得大概這些位置 十天二十天線一直都沒有穿過 應該就不再需要下去之前 我所說23,000點正負200點的位置 就不需要再做一些整固 向上望的 特別留意一下 一些技術指標 一些慢線都已經做回黃金交叉 所以向上呢 24,364點會是第一個目標 就是之前的高維修最高頂位來的 接下來大家都是關注一些 跟市場脈搏比較接近的一些辦法 剛才所說的那些辦法全部都是 不用怎樣找一些特別奇怪的股份 大路也應該都可以跟到市場做得好的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過往keep cash太多的朋友 可以關注剛才那些焦點的板塊 追回龍頭股 那接下來應該都不會去點差